炎热的天气 民众在泳池游泳 运动健身也享受清凉 这里是玉城公园游泳池 由于设施完善加上交通便利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 不过这一栋民国73年新建的建筑物 在民国108年级出现有碎石掉下来 111年更出现大片水泥块掉落意外 今年3月经过专家鉴定建筑物 绿离子成分过高 就是俗称的海沙屋 因此台北市体育局决定 6月起局部闭馆 仅开放陈泳泳科使用 7月起全面封馆进行改建 施工期两年 3月9号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 在南港运动中心开了一个工厅会 那工厅会里面的大多数人的决议 就是也是形象于重建 因为它重建的这个补强的费率 高于这个重建的费率 一半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那么多数人的建议说 这个朝向这个重建的这个目标前进 大概重建的时间 大概一年 二十七个月 二十七个月 大概经费一亿两千万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这个避免这个 里面受到损害 所以预定在六月底 五月三十一号 五月三十一号闭馆 那六月一号开始 只能成涌 从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 七点半到八点之间 给予灌洗 八点钟以后就不能够成游泳了 那么七月一号全面停止 对于这项消息 游泳客觉得很可惜 由于暑假将至 也有民众建议 是否能延到八月底之后 再封管改建比较理想 就是因为本身住台北市 然后就是 这边封闭之后 可能对于 平常的训练 或是教课 可能就会比较 少一个泳池可以用 就是场地选择少 对 而且这边离捷运站也很近 就是没有开车的 只要自己交通工具的人很方便 当然不方便 因为早上这里的游泳设备 这里算很好的设备 没有我们就要另找地方 那就造成很多 尤其成泳的啦 尤其暑假到啦 血统他们要跑去哪里 对啊 因为你看 七八月 就是儿童 最想玩水游泳的地方 这里设备 大概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所以应当最好是 沿到八月底之后 让孩童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是比较理想 为了让民众在玉城公园游泳池 改建期间 没有其他可替代游泳运动场所 台北市体育局方面 已经协调临近城的国中 南港运动中心 内湖运动中心 松山运动中心 杏益运动中心 大湖公园游泳池 及三名公园游泳池 这七处地点作为替代方案 并提供公益时段 和禁饶卡扣点服务 方便民众前往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每日方都在对面灭有机会认为替代方案 还蛮逼运动中心 移动中心